议会定期会如火如荼展开 23号进行县政总质询议程 议长红云店针对县府在定期会中提案 你从明年起 65岁以上的老人未住金也改发酒或在地消费券 提出质询及执一 提案修正 金门县历经战地军管时期 老人未住金自治条例 计划自113年起 将65岁以上致老人未住金 改发金门高粱酒或金门地区消费券之政策 执询之前 红云点透过简报方式 将他对于金门县历经战地军管时期 老人未住金自治条例修正案的看法 提出剖析跟建议 并执询社会处长陈世宝 针对老人未住金从现金改为发放酒或在地消费券 是否有进行民调 处长 这个有没有做民调 哪个性自不自持 这个跟议长报告 因为目前来讲 我们是整个计划在改 那最主要就是说 贴合我们目前经济的一个状况 那也跟议长报告 其实我们所有的老人福利 我们要慎重好不好 那你请回 我请进入公司总经理上报告 红云点表示 未住金改发酒一案 势必影响县府对65岁以上长者照顾及养老制度建立的初衷 他质疑县府及推未住金改发酒政策是朝短线 虽暂时解决现金水位下降问题 但长期影响甚至 这个你看惠宗啦 这个味丹啦 这个地区 这些这个酒商啦 包括这个加护配酒 这个重重加起来 这个营业额大概是97亿 97.9215元 2215万元 那占了这个85% 你金主公司 这个组织 组织这个那么庞大 有这个营业副总 业务副总 业务处 这个行销处 还有这个流通处 这么庞大 你现在组织改造怎么做 到现在资料都不送来了 很奇怪 像这些数都可以不要了 才卖那么点 你才百分之十几而已 要这些数干什么 近年来金酒公司 营业额逐年下滑 连带影响 依注献库的金额 导致县府失证 及财政出现严重影响 县府准结预算 提65岁以上的老人 未住金也改发酒 或在地消费券 此举会不会造成 酒品价格全面崩盘 及民众反弹 值得商榷 不训练 充分之后